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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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呢 跟大家谈一谈 这个念 念 念头的这个念 那我本人呢 研究佛法二十多年 对于这个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成道 有相当深的这一种体会 然后我问大家一下 为什么成道 那么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 有的就讲了 有的讲东 讲西 讲南 讲北 就是只有两个字 波叶 有的 有的 那是有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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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的 佛的智慧就是波叶 两个字 你看 它的这个传承的这个经典 大波叶经 金刚经 金刚经 到波叶 波罗蜜 多心经 这个就是本身 它波叶系统中心的一个思想 波叶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因为无上的佛会 它得到了波叶 所以它成为释迦牟尼佛 你要得到波叶 你一样可以成佛 一样可以成佛 但是波叶怎么得 无上佛会 一定要你亲自去定 才能够得到会 所以我们这个佛教有 戒定会 三写 要守戒 那么在戒中 得到了定 那么在定中 得到了无上的智慧 释迦牟尼佛 佛就是波叶 得到无上正等正觉 一定要得到定 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 它是写为释的 为释 什么是为释 这个释日 就是最深的意识 最深的意识 身体里面最深的一个意识 这最深的意识 本身 画出来又变成意识 表面画了 就是眼而彼舌生意 表面上是眼而彼舌生意 其实它有最深的意识 这是弥勒菩萨 这是弥勒菩萨本身 他的为释系统 他的中心思想 但是由释里面跟波叶 这二则加起来 我告诉大家 这就是平时我们讲的心 心就是事啊 事就是心 这个都是很无形的 你说剥叶 你拿出剥叶给我看 没有的 没有的 无形的 你拿出事给我看 也是无形的 那这二则怎么去修呢 可以讲啊 我今天我一直研究这个东西 研究这个为释 研究这个波叶 他就由念啊 本身去求 由人本身的念头里面啊 去寻找波叶跟寻找为释 你要得成佛啊 就是要这样子的 由这个念头啊去找 因为念头啊 因为你这个人的念头 才能够得到定嘛 由念头去找波叶 去找你的为释 世界上啊 成佛啊 在我们祖师爷来讲 就是佛陀 就是释迦牟尼佛 未来佛就是弥勒菩萨 你知道他们的中心思想 你就能够掌握到成佛的这个钥匙 今天啊 如圣念啊 可以敢讲是罚光自在佛 敢讲 就是因为拿到了这个成佛的这个钥匙 你能够开了这一所成佛的这个门 能够打开这个门 进到这个啊 比如圣海 为什么你能进去呢 因为你有波叶的钥匙 你有为师的颠锁 哇 今天我是传大法的人啊 在这个沙坡世界啊 是传大法的人 我可以这样子讲啊 这个 在这世界上啊 当然功夫很高的人 很多高所如银 没有错 但是 你提到卢盛宴啊 自然也是高手之一 高手中的高手 人中有人啊 天 天外有天 人中又有人 也算是高手了啦 能够这样子 深入这个研究佛法当中啊 知道波叶跟为师二则 加起来就是新的 找不到了啦 但是这要找啊 一定从你的念去走手 戒定慧三邪 我们大家一般邪佛都知道啊 守戒啊 因为守戒就可以产生定啊 可以使你变成一啊 变成专一啊 就是要守戒才能成专一啊 专一就会 产生一个定境出来啊 那么定里面呢 你就可以得到 从定里面可以得到剥叶啊 可以进入为师的这个大门啊 为心为师啊 这大门啊 是这样子进去的 你要成佛啊 释迦摩尼佛啊 不是在那边随便做做的 不是在菩提树下这样做做就能够得到的 所以今天啊 你能够得到这个真佛秘法 真佛秘法是什么呢 是剥叶 也是为师 它有一个方法 一个一套的方法 叫你进入剥叶之门 叫你进入为师之门 叫你去领会法位 你今天从这里开始学 你就能够得到这个无上正等正觉 这个宜宙的真理 在你的手掌之中你可以抓得到的 这个就是很可贵的 值得珍惜的 今天先谈到这里 我妈的变强